端午节除了吃粽子 依照北方的传统习俗 还要吃特有的节令食品五毒饼 来趋及避邪 为了重现将近这失传的习俗 台中市高饼商业同业工会 这天邀请了资深的制饼师 廖东忠 在现场制作了直径有72公分的 巨大五毒饼 也仗争大开眼界 200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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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径72公分的大饼搬上桌 由知名雕塑家老师王松冠 现场绘制五毒图案 展示的正是北方端午传统点心五毒饼 名称虽然听起来很奇特 但实际上是传统的酥饼 包上清热解的那些食材 山楂粉 山楂还有果菊 果菊还有这个 那个 莲子 莲子 混合起来 这样子 还有果菊 这样子 所以说 这些东西都非常适合夏天的一种饼 主要内馅就是绿豆沙 然后内面包装的就是刚才讲的莲子 枸材 还有那个山楂 都是属于清浪解读的一些我们重要材 内馅有绿豆沙 枣泥 莲子和山楂等 饼皮上则印有蝎子 蛇 吴公 壁虎和蝎除等五种毒虫涂样 象征已毒克毒 台中市高饼工会这天 重现端午失传的习俗 一来和民众分享 二来也宣示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这个饼吃起来真的很清爽 然后因为它有红枣啊莲子等等 比较夏季养生的食材 所以其实吃起来很清爽 它的绿豆沙不会觉得让人家觉得很腻 然后也不会特别的甜 今年首创办理的台中国际高峰会活动 那在6月15日我们在枫园的慈激宫 举办为考生祈福的活动 那我们准备了台中有名的状元高 来齐请文昌帝君及妈祖的加持 来分赠给新兴学子 高饼令内行销话题性十足 台中管理局表示 今年7月至10月将举办 2024台中国际高峰会系列活动 到时将会为台中百年高饼 来扩大宣传和推广 记者李静养台中采访报道